主要的人都對黨中央不滿意 所以黨中央可能也是 在做一個求救的訊息 我坦白講 吳敦義做這個黨主席 剛剛賴教授對這個 我們委員提到黨產的東西 每次只要提到黨產 賴教授就非常的敏感 就認為說 我們國民黨怎麼樣 又是要為了黨產是不是 為了黨產就不要回來算了 其實不是這個意思 坦白講 本來現在就是一個不對等的戰爭 我們不要幫國民黨爭什麼東西 而是相關於像婦聯會 像這種早就已經是一個獨立的組織了 你今天只拿著行政權在手上 當上方保健 還在迫害人家 這種不公不義的事情 國民黨當然要發生 至於吳主席一個月負擔了3000萬 我坦白講 我也要呼籲一下黨內同志 我想這個黨內很多就是 很多就是之前非常有涉金地位的 也算是富有的一些同志 在這個時候不要另於對黨付出 不要看一個主席在那邊苦撐 然後其他好像都不關他的事情 這一點在目前這種情況之下 的確是經營困難 是公道化我們就講公道化 所以我認為 其實我也認為韓國瑜是會出來的 韓國瑜會出來 他去美國回來以後 等去了美國以後 整個大方向更加明朗以後 我覺得他出來他回來會做一個宣布 可是我也要呼籲 不要這個時候去打豬跟打王 挺韓也不需要去打豬跟打王 豬跟王都是國民黨裡面 非常有實力的戰將 這個時候去把他因為韓國瑜的關係 天天拿著棍子去打豬跟打王 我覺得是一件很荒謬的事情